近日南海大力有一位女士跟我們播了 說自己經歷了一場失敗的婚姻 離婚後認識一個新男友 誰不知又走入了另一個深淵 究竟發生甚麼事 二線記者馬上去看 我甚麼就推她 我說走就走 她不是很害怕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回到三月初的一場經歷 黃女士仍是心有餘悸 這件事的起因就要從去年的四月份說起 黃女士在大力的一間酒吧 認識了一位新先生 另一個人談得很開心 很快就確定了戀愛關係 多了幾個月 我覺得大家都挺好 性格挺合適 不過相愛容易相處難 由於兩人拍拖期間 產生了太多的不愉快 因此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時候 黃女士就提出了分手 但記者通過黃女士讀音的 聊天紀錄當中發現 在黃女士所說的分手期間 黃女士曾經多次主動發信息 給新先生 但因為新先生已經把黃女士拉黑了 信息並沒有發送成功 而在三月三日 黃女士喝醉之後 主動打了一通電話給新先生 他說當晚就發生了令他後怕的事 然後他就說送我回小區 送我回小區之後 我就說你走了 再見 誰知道他還沒想到我進去 去到家門口他就座門進來了 進來就把我拖進房間 躺進去 你很哭 但是 但是他好像 好像 我挺餓的 就這樣 他這樣 我當然不肯 他說 如果你不肯 我就把你和我一起 告訴我前夫子 你一輩子都不要自己見到你的女兒 我沒有辦法 黃女士說 他之前結過一次婚 並且約一個女兒 因為怕前夫知道他有新戀情 不讓他見過女兒 所以他就對新先生復原 據黃女士的回憶 當晚他一共和新先生 發生了四次關係 直到第二天 黃女士報警求葬 他離開後 我就想著不妥 我去報警 而就在報警幾天之後 黃女士竟然檢查出了 自己已經懷孕 於是黃女士馬上發了訊息 給新先生 但新先生就告訴他 警方調查已經結束 他都已經被釋放了 記者隨口聯繫在新先生 但新先生一口否認自己強姦黃女士 他見證雙方發生關係 都是你情我怨的 新先生還向記者吐苦水 他說交往初期 黃女士一直隱瞞著自己的年紀 婚事 這一切都是他後來慢慢發現的 而至於黃女士懷孕的問題 新先生就強調 寶寶絕對不是他 他以前經常用這個手段來騙我 知道嗎 有律師就表示 目前雙方各執一致 都沒有辦法提供確切的證據 加上個案機關已經調查完畢 認為新先生並不構成犯罪 而針對黃女士的訴求 建議她通過民事訴訟 和堅持行為權 強姦罪在我國刑法中間 有明確的規定的 它主要是 這個違背婦女意志 以暴力威脅 或者其他手段 強姦婦女的 那麼這個過程強姦罪 但實際上是不是 構成強姦罪呢 還是要看這個證據嘛 那麼因為我們刑事法律的規定 公主犯罪一定要是 證據確鑿充分 像這個案件中間 那麼公安機關可能會考慮 受害人陳述的前後一致信 那麼這個陳述方面 可能要前後一致 在本案中間 它因為還在偵查階段 那麼偵查階段 公安機關已經認定是不構成的 就是這個證據 可能不能達到 確鑿充分的這個程度嘛 也實說這件事 如果黃女士要繼續追究 這個新先生的刑事責任的話 還要提供更加可靠 和可信的證據才行 至於懷孕的事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呢 小孩子的親三父親 需要負擔什麼的責任呢 其實這些在法律上 都有很詳細規定的 所以建議黃女士 能夠盡快找個律師 去尋求法律的途徑 去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權益 不過從這件事 我們都可以吸取一些教訓 譬如說 男女交往 尤其是戀愛當中 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靜和距離 尤其喝了一點酒之後 一旦發生這個婚前性行為的話 一方以此要脅傷害另一方 又或者一方撞告另一方強暴 或者騷擾的事 真是不罕見的 就算是沒有證據 或者證據不足也好 其實對於另一方的聲譽 都是一種打擊 用網絡的形容詞 就是說傷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極強 所以真的希望 無論男也好女也好 為了保護自己 和呵護一段純心的感情 都應該保持克制